我有两个位置 请问一个重要问题 好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那他的孩子呢 是上这个 上六年级 然后在两个多月以前 突然莫名其妙的 他就好像有一点 精神不正常的样子 后来那个学校的话 就给他打电话 他去学校去看了 好像孩子不知怎么回事 以前是很阳光 学习也非常好 但是突然就 就有点精神 不太正常 然后后来 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学校老师说 建议你们回家 去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 他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孩子 还是很少讲话 经常就是自然自语的那种 他现在就是说 然后我给他建议 我说是 你这样 你现在立马停下 你手中的工作 你马上陪你的孩子 找一个传统化的学校 去学一下 你和孩子一起去学 然后他说是不可能 因为他的工作很忙 他们是干工程的 所以说我就现在 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 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像这些情况 这个小孩子 读到六年级 出现精神异常的情况 这个背后都有原因的 原生家庭 父母亲的 对待方式 管教方式 这个都会影响的 所以你要帮助他 除非他父母亲能够 很好的配合 事实上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他父母亲本身 能不能去看到自己的问题 能不能从本身去改变 如果不能的话 那其他人都只是 治标方式的帮助 因为那个问题 很有可能 还是根源在于父母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把这些严重性 让他父母亲知道 然后怎么样 父母亲要负起主要的责任 其他人只能够从旁协助 如果可以的话 一样让他们看看 道德经妙节的课程 让他们父母亲去看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看看那个镜子里面 所呈现出孩子的问题 主要癥结在哪里 必须要从父母本身去下手 其他人都只能够 从旁协助而已 至于他们父母亲 如果认为说 我们很忙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也只能够尽分心理 OK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杨立伟 他是我们的航前英雄 那么他也是中华民的骄傲 他第一个登上了这个太空的中国人 然后他在太空期间 遥游了36个小时 在阶级一半的时候 突然他就听到了这个三声 很尖锐的这个敲打飞船的声音 然后他当时的话 也是紧着压力 后来还是完成了这次飞行 那他落地以后 然后他就把他的经理写在这个 写了一片违章 那现在应该国人都看得到 很多课本上也有 那么我就在想为这个 这个神秘的声音 后来就是这个航前团队通过这个 调取了当时的这个大屏幕显示 在那个时刻 那个飞船上外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我的位置就是说是 这个声音是 它来自于哪里 会不会有可能是外星人 那如果可能是外星人的话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是现在在听 国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学习 你可以发挥 无限的想象空间 好 我没有固定的答案 你可以去想象 再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真的不要只停留在 你眼睛看得到的物质世界 你眼睛看不到的宇宙 那还更多更奥妙 更多的 所以人真的要把视野打开 把心胸度量打开 不要只停留在 眼睛看得到的 这样一个狭窄的世界 道德经第一章就提到了 道 大自然 有形无形 那是玄之右玄 众妙之门 那个玄妙 它是超越物质层次 人类真的要虚心地学习 但是也不要盲信 迷信 要冷静理智 有科学的求证精神 但不要被现在的科学的眼光所局限 你要比科学更科学 太难了 不会 这个才好玩 你清醒 冷静理智 清醒 冷静理智 不要狼心 不要迷信 不要被催眠 那这样你所了解的 就会趋近于真实 OK